嘿,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可爱的鱼啊,杨宁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你们最帅气的杨宁 欢迎收看,有个杨宁,我在找到来的,神奇宝贝系列第,第,第,第五G 是的,非常感谢,喜欢看,那我喜欢展的视频,一定要为我们点上一个订阅哦,沐沐达 怎么感觉你比我矮哦 啊,怎么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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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生气是你比我矮一些,好吧 呃,自脚不一样,好吧 好嘞,那个,今天这一期的话,只有我们两个人,他们都没空,我已经叫过他们了,他们,嗯,不知道干嘛去了 他们在做不可告人的事情 对,好嘞,那个,啊,雅宁啊,咱们,咱们来试着挑战这个道馆,好不好 这个道馆是吧 对啊,寻找一下刺激 来来来来 来来来,你找一个,我找一个 我,里面的还能,还能打是不是,越,往里面越难打 哎,哎,跟我打架呀 来跟我打架呀 他不跟你打了吗 你是在藐视我吗 等,等,等会,等会,他,他,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听不懂 哦,这边是要,这边是要跑酷才能过来的啊 呃,应该是吧 这,这这么黑怎么看啊 我去,有人直接挑着我 小三猪十三级的,好吧 小三猪 诶,差一点 哇,哇,哇,躲避的攻击 赶紧的,要被他秒了 真的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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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去 治疗一波 按链铁 你就狗带了啊 没有,没有,我之前,赢了 what the 还不让上去了是吧 真的是 十二级的啊,来 小三猪是吧 龙之怒啊 我,我先回去治疗一波 我刚刚那个没治疗 然后被他杀了一个 然后我杀死一个了 杀死一个 诶,挑战一个了 死了吗 再来 这个训练师每个玩家只能对战一次 OK 成功地解决了一个 这个,这个迷春娃 哇,这是你喜欢的那个迷春娃耶 火花 海豹球,十四级的 顺便等 他们等级好低哦 等级好低哦 我又干掉了一个 十四级的 我看一下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应该是 他们的管主吧 这还有一个 获得了三十二 莫可宝贝 因为你击败了什么 我看一下管主 管主十四级 十四级 哇,血童子 什么鬼 新增的神奇宝贝吗 又是迷春娃 哦,他们的那个 刚好我的我的这只皮皮黑是克他们的 他全都是那个冰系的神奇宝贝 我这个,我不知道 我三年梯 哇,格斗系的好牛逼啊 格斗系的直接可以 又是血童子 火银牙 秒了你 哎,怎么没了 被我打死了 再来个火银牙 没咬中 火花 还有海豹球 龙之怒 不能挑战了 还会回血的 火花 守住是吧 我的发 动不动就睡 动不动就睡人的 你们这些人真的 脸皮这么厚 我可以睡他 但是他会躲避 冠线 消化春风 这三个都被我挑战过了 还有吗 哼 哼 打败了 哦 我获得一个勋章 冰河勋章 是吧 对,他们的 他们的馆主 已经是被我打败了 我也挑战他的馆主 然后这里 你被我挑战完了 还差一个馆主了 TP我 TP我 然后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 来 雪童子 雪 三连梯 你那个身上有没有带那个火星的神奇宝贝 用火星的神奇宝贝可以直接就是一只秒秒他全家 没有A升级了我去哇高速巡选 我回家治疗一晚 满杆 A障害 A障害 哦 我看一下那个咱们之前遇到那个道馆好像就是那个树屋的那个道馆等级高啊树屋以及那个有那个什么铁铁栏杆的那个道馆这两个道馆的等级比较高对不对 我过我过去看一下我过来的那个勋章 冰河 冰河勋章 冰河勋章跟我一样的 哇这是每每个道馆馆主被我们挑战过之后马上就获得一个啊对啊我看这上面这个实力相当我他们都是boss类的啊 喂有没听到我声音 有听到啊怎么了 我刚刚不小心按了一下那个bm的那个哦哦哦哦哦我看一下这个实力相当他等级31节31节我看一下能不能打过狡猾天狗哇好疼啊 冰系的冰系的冰系的神奇宝贝导管我好疼啊我先回去治疗吧然后再提评你啊舌田我厉害了 厉害了一个技能直接直接秒我啊赛气几落啊多少几的多少几这个道馆的那个馆主的话他的神奇宝贝是31节冲撞 OK我应该打不过打不过扁元这是哪里就是哪个道馆我这是植物系的 对啊就是门门口有两只有两只那个什么呃那个叫什么宝贝虫的那个道馆 撞机啊 吃力担当来我先来挑战第一个电机啊那个 哎我先把我去啊我回家 狡猾天狗25G的回家了回家了哇哇直接把我回瞄了 狡猾天狗他那个攻击攻击力挺强的 回旋踢 哎他也换一个他会换 肯定啊他那个会会跟你换那个换那个什么跟你属性相克的那个应该是 回旋踢 我再去一趟找哎呦 TP错了 打不过我也打不过 等级好高啊干脆他们的23级的训练师啊来来来打一下 不是等级高是他们我去他们很厉害 我旁边有只大剑鬼 你你TP我TP我看一下那是大剑鬼 我这黑下路怎么这么牛逼的 看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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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等级多少他36级36级 36级36级打不过 小号成风 我这是这是屠狗这么厉害的啊这屠狗 击落啊 我有180金币了 你呢 转机 单方面的屠杀可以的小伙子啊 这黑下路有这么牛逼的吗 感觉这个版本的神奇宝贝好像有一些神奇宝贝它是正强了吧 对 所以是他们到馆他们他们会用这些克制的神奇宝贝 没有我刚刚打的是那个野生的训练师 道馆道馆我就不信了 我再我再过来挑战一次啊 从门口 从门口开始 TP走了就它会消失的啊 我也从门口开始 31级生死鹅 龙之鹅啊 生死鹅的话 哇你这龙都31级了 你的火龙 对啊 这门口这个是谁 火焰牙 斗笠菇啊斗笠菇 这门口这 继续火焰牙 门口这边的是不是那个来来挑战他 叫叫 那个把叫 不要对我不要动不动你就睡我好不好 蛇舔舔死你 斗笠菇可以睡你的 对啊 哇 厉害了 直接把我给秒了 31级的 笑话成风 哇那只狐狸 雅妮啊 我瞬间有种这种感觉 同样的神奇宝贝在别人手中 跟在自己手中就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啊 要锻炼它 哎你妹呀又睡我 又睡 等会我把它睡回来 我睡它 哦 闪光的 装机啊 我 哎我说 斗笠菇大爷你是 你这是 什么都通吃啊 你这睡觉技能百分百中的 厉害了 百分百中的 我有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技能是可以 你有种就把我所有的神奇宝贝都睡一觉 哦 皮卡丘 我就扶 我就扶你了 好吧 对了吗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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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 我来 我来 有完没完 逃跑你还要 哎呦 完蛋 看看看看来 只只只有是让他 把我放了一个草屑的出来是不是 我自身什么神奇宝贝这个事 神奇额啊 神奇额在那个 呃 那个那个 枣子那边刷的 又换了朵笠菇出来了 他这尾巴好性感 好气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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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我来把你报仇 好气哦 他他不但可以睡觉 还能回复HP的 好气哦 他是不是既成种子 放了一个技能 对啊 我有个我这我战武狼可以可以消除这些东西 你喊 帅你喊 你给我记着啊 啊 我来 神奇额 战斗 神奇额是吧 哎 等会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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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去做做一个那个 做一个那个奇蝎蝎 奇蝎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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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怎么了 牛逼啊 啊 打不过是吧 打不过是吧 打不过打不过 啊 需要一个银石粉 银石粉 神奇额 盗管这边 神奇额是回血的 甘蔗 你看 你看到旁边有甘蔗吗 没有 我来这边看一下 好像之前甘蔗我们 都没有收啊 哇 哇 15级的小家伙还是可以欺负一下的 又是黑甘露 打不过啊 我知道了 我可以用蛮杆给他打 我来想办法 我就不信了 15级的我还打不过 龙之怒 一个小肉机 怎么了 你也打不过 不过 等一下 我有办法打他 你 你要想什么办法 甘蔗周围 周围都没 我可以直接 我可以直接把它 让它去打 然后把它 雪里拉低 然后再换一个换一个之后 直接把它给秒了 可以的 他不是可以把我把我打残血吗 然后我又尽量可以把它 把它的那个HP 跟我的HP是一样一样多的 然后再换一个 跟他打 换一个的话 你 你要考虑这一点 有可能他也会跟你一样 再换一只 先不管他 帮我看一下 帮我看一下 帮我看一下旁边 你旁边有没有那个甘蔗 我现在还在盗馆 哦 看到了看到了 找到了 你看 找到甘蔗以后 还需要去找那个 找那个 我先踢 杀石 我对碎石 好漂亮 碎石的话在高山那边应该有 大把的 OK 去石吧 好盖是一只了 漂亮 还需要一个铁矿 甜甜香气 铁矿我身上 箱子里面有没有 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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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棉粉 碎它 烧一下 它没有影响到斗笠谷 我去 鲤鱼王的话 我先把这个 七甜石做出来 但是失败了 哇 打不过打不过 我去我用两个技能都失败 我都说了打不过 那个 还是那句话 就是同样的神奇宝贝 在别人手中就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但是我杀死杀死离职还是可以的吧 获得经验而且还升级的 OK 来鲁矿 鲁矿给你进化 我看一下 要先把火给点上 然后再 看不到你的人了 把它丢出来 等会等会 我我先给那个鲤鱼王进化一下 应该是会成功吧 看不到你的人 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大一条鱼 好大一条鱼啊 哭出来了 哇哇哇 红烧 红烧鲤鲤鱼丸 红烧鲤鲤鲤鲤 红烧鲤鲤鲤鲤 不是认识的 对啊 哎 他有点像是那个 我刚刚出来 那个就是我们玩 DNF里面的那是那个虫 什么虫 就是有一关嘛 他那个虫 不知道改改了没有 DNF里有一个虫 虫洞啊 虫洞里面就是 就是现在喷上火 然后就虫出来 我看一下暴鲁龙的话 暴鲁龙它的那个外观 红烧暴鲁龙应该跟之前版本的那个外观是差不多的吧 只不过它那个渲染 渲染以后就看上去挺漂亮的 颜色更深一些的 还在烧火啊 诶 怎么感觉它们有之前这么长啊 对 转一些了嘛 不能飞了 等会 等会 这好像变成一条虫子了好吧 一条小海马 感觉像是海马 而且 而且它不能在那个天上飞了 应该只能在那个水上追吧 只能游了 还可以啊 哇 有点帅气啊 我怎么感觉看上去好丑啊 还可以 蛮帅气的 嘴巴这么大 它是那个龙头不一样 我感觉是龙头不一样 它那个嘴巴不一样 没有 身体也变了 之前之前前个版本的话 它那个鲤鱼王是可以在天上飞的 更长一些是吧 更长一些 不能在天上飞 但是 我怎么没看到女人呢 啊 没看到女人 这是谁在这里 训练师吧 这个应该是吧 19级的 挑战他 打他呗 20级的我去 二十级 你打过 打不过吗 高速活卷 我觉得道馆 道馆的话 咱们 咱们现在的话 还是不要打他们的主意了 家旁边的这个道馆 已经是被咱们给挑战了 挑战了那个 这个冰盒灰伤 应该是可以挂在这里的 挂在门口 就证明咱们已经 把这个道馆给踢过了 已经踢过这个道馆了 已经踢过这个道馆了 马里路 我先踢 诶 不能挂的 难不成这个 冰猴灰伤 好吧 不能挂的 哇 好多胖丁 最大 我看一下 嗯 你刚说什么 我 哇 他怎么这么多神奇宝贝 我才两个 他已经被我打死 四只了 好像五只了 四只五只 那么他就有六只呗 诶 打完了 我看 我去 二十七级了 正五了 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那个 有 这边会不会刷那个 就是 啊 在天上飞 就是我们 上期那个快快结尾的时候 我遇到的那只喷火狼 啊 有小饭说是去打那个野生的 野生的经验高 野生的那个训练师 野生对 野生的训练师那个升级很快的 对 三十二级三 换一个换一个来挑战他 三十二级应该打不过 这个呢 三十七级的 四十五级 鱼石兽 来吧 来站 多边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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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鬼 哎 猛状 咬猪 知名一击 知名一击才打 打这么点点水啊 躲避了攻击可以的 自名一击好漂亮 我的发 龙之怒 火花 火银牙 爆了 烈焰剑射 我看一下 把把这个 这个起换掉 人造卵 细胞 双倍凤凰 烈焰剑射 哇好滩 泡沫 双倍凤凰 有逼啊 哇好滩 击落 双倍凤凰 不远 我觉得这个双倍凤凰 这个技能还是不错的 它是 受到的所有的物理伤害 然后反伤给它 然后是两倍 可以的那技能 我也是一个反伤甲 我厉害了 一一只就挑 好吧你等会 等等等等 敲的吗得 又一次 等着妹子别走 严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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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 提皮我提皮我赶紧提皮我 闪光的那个六路 闪光的六路 我提皮过来就有人在打我 干啥他先 那那那 先打死他 打死他 打死他 我身上没神奇宝贝 闪光的六路 我去 他又死了 回圈季 来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过来抓他 二十三级 前面这个 这个 我我 你看着吧 我帮你看着我看着 我帮你看着你过来 你你你身上没有球吗 有球 但是我的神奇宝贝 刚刚两个都被挂了 ok ok 你帮我看着 嗯 别走 闪光的六路 雅零 520 ok 看到没 哪去了 跑哪去了 这这这这这柜子 你还想跑 小伙子 哎呀 哎呀你还想跑 盯着的 咬住 ok 再要一口 我先回去治疗一波 再要一口 我踢屁 你干嘛 换一个 呱呱头啊 蛇田 被他打了 不打的话就可以抓 继续蛇田 蛇田 再来个蛇田 我知名机 他差点把他给打死了 高级球 抓住没 还没有 才才丢的 哇 一个球就抓住了 可以的 人品真哈 nice 我抓了这个也是一个球抓住了 扔了一个球抓住了 那个 战武郎 对 这个交换者看一下他能换什么东西啊 迷春姐换那个文香菌 我文香蛙还是文香菌 这交换者吗 啊 高山这边你先做一个标记吧 我感觉这边 我又有 又一只那个利物鹿 我看到了 炖甲 这家伙二十八级 二十八级 来跟你打一架 匹配 到这里做个标记吗 啊 你做个标记吧 龙之鹿 这是什么 火焰鸭 龙龙石 多边兽是吧 那龙龙石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来给他干架 火焰鸭 我他 睡睡睡着 太古雨虫 火焰鸭 一口咬死了 百变怪 我他居然有百变怪的 厉害了 我有那个 鱼矿 漂亮 打死他了 你跑哪去了 这旁边没有吃的了 我都吃的了 我没去做那个 我这有 我这有 你踢屁我吧 等一下我看下这神雄 又没是不是闪光的 看下这什么 没听过 这是什么东西啊 别走别走别走 晃晃斑 哎哎 这个这个 正想点我好好猛啊 怎么了 晃晃斑 就是晃晃斑 我刚刚也是看到一只啊 赶紧有点猛 我也看不到你人了 我把食物食物丢地上吧 你待会自己捡吧 好像你捡起来了 我听到吸吸进去的声音 诶 知道了 前面那个又是什么 又是那个荒 我感觉感觉这个好 好萌啊 真真萌 哈哈 好萌好萌好萌 来来哈喽 别给我打架 打架我把你打死的 哎 里面有一只更大的 你还要装吗 我看一下这是什么 回来我看一下 那个 先看一下那个六路 六路的那个属性怎么样 这是什么 好萌啊 叫什么名字 皮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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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皮虾 这是皮皮虾 这个不知道皮皮什么 皮皮 皮皮皮的话 皮皮就是那个 进化以后 进化以后 是那个皮卡锡吧 好像 统计 攻击力 攻击力倒是挺高的 好的 体型普通 来个 回旋厅 技能呢 发进阳弓 双倍奉还 哇这个可以 挺住 哇追打还 帅气 已经变得秒了 你现在还在高升那边吗 你回来了 我看到你了 我看到你了 你现在还在高升那边吗 那个我看去去去去他那边 但是我们看你啊 应该是我这边出问题了 看一下鱼汤鱼汤这边需要找一个那个技能回忆 训练师 我得去抓再抓一只神奇宝贝了 去森林里面去抓一只出来 森林里面 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技能 技能回忆训练师 有的话叫我一下 我觉得这个六路的话 超级吸收的技能你要不要学前期学 很好的 超级吸收 是什么系的技能 草系的 它是可以回血的 草系我没有草系的 我身上 这个是中级吸收 它是回血的 你先留着吧 要不要不你给你的那个妙种子学啊 妙种子我有一个 有一个寄生种子啊 回血的 而且它是无限回复的 我之前遇到的那个技能 回忆训练师 我忘记它是在哪里了 我忘记做标记了 技能学习师啊 回忆 回忆 技能 技能回忆训练师 好像是这样叫的 我等于是把它可以 恢复 恢复之前的技能是吧 对啊 就是把你之前以往的技能 可以那个从 从他身上再学到 不要钱的 不要钱的免费的 皮卡抽 38级的皮卡抽 我到这里会碰到两只那个电雷 那个雷球 然后打不死 打不住 水之波动 蛇田 我对我对皮卡抽使用蛇田的技能 皮卡抽居然 居然用了一个技能 你绝对想不到 什么技能 要尾巴 要尾巴 我舔他 他还要 我要我舔他 他还要尾巴 要尾巴 好少啊 水之波动 我的爸 一不小心打死了 这是什么东西 宝宝剪 我看一下地图吧 我看一下地图吧 我看一下地图 要不咱们线下再去找了吧 我看到一个 应该是 不知道是那个训练师还是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那个什么 野生的训练师吧 嗯 38级的 果然是 来吧来吧 杨宁回来吧 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ok 回来了 你看看不到你的人 我也看不到你 到哪个位置结束啊 不管了 不管了 随便吧 反正你看不到我 我看不到你 那就到这个位置吧 好了 那小伙伴们 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喜欢咱们的视频 一定要订阅我们哟 是的 一定要订阅我们 想要稍后我们更多精彩视频 的话就说说我的世界母鱼 我的世界亚铃就可以了 记住 这边的话是 亚铃开直播了 然后可以每天晚上的 7点钟左右到9点钟会直播 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小伙 对 小伙伴们要去多多捧场 捧亚铃的场 对 好了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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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